它在不断的变 控股公司在不断的变 但是这个网顶咨询有限公司 非常稳定的占有了30%的股份 但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这个网顶咨询有限公司 所占的30%的股份 其实这个网顶公司 一分钱的真金白银都没有出 而它出的是所谓的一个智慧的股份 也就是说这个社区红十字博爱服务站 这个项目 从一开始就是由它策划的 那么在一个商业社会里 一个公司拿出它的智慧 拿出它的策划入股 当然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网友继续追踪发现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北京网顶咨询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 叫做王彦达 而他恰巧是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副会长王树铭的女儿 再往前追 这个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常务副会长 王树铭一开始就是2008年 网顶咨询有限公司成立的时候的 他的法人代表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 这个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一开始甚至也是由 王树铭来参与创办的 也说他一身兼着两职 一直是跟慈善事业有关的 而一直是跟一个纯粹的商业公司有关的 而这个商业公司入股的又是所谓对一个 这样的一个慈善项目的策划 那么网友自然就要质疑了 那就是到底这个网顶公司参与入股的是智慧呢 还是红十字这块招牌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网顶公司为什么在这个事件当中值1500万 因为30%的股份就是1500万 他到底利用的是资源还是智慧 好我们回到刚才那张关系图上 我们来提出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红十字会在这个事情当中 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损失 我们回到来办社区红十字博爱服务站的 这个三方协议 由中红博爱公司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和中国红十字总会所签的这个三方协议 根据这个三方协议呢 各自的职责是这样来明确的 红十字会负责发文 对红十字博爱服务站的项目予以确认 负责通知各省市的红十字会来落实项目 支持中红博爱服务站的开展便明的服务 允许使用红十字会的标志 服务站募集到的款务 由红十字会统一的支配 三年后如果完成计划的话 按照红十字会的统一奖励办法 予以表彰奖励 这是红十字会所承诺的这个义务 商红会负责什么呢 商红会负责对项目进行全程的策划组织实施 负责服务站的设置 服务相关的省批手续 服务相关的省批手组